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带你娃真相 昨天鸿海热热闹闹半尾牙 看到郭董除了那90度的鞠躬 鞠下去跟投资人说 不好意思啦之外 他语出惊人跟大家讲 鸿海股票可以再爆300年 郭董哪来的自信呢 原来在川普上台之前 他到深圳去闭关三天三夜 悟出了什么必胜的心法 拆开来原来朝朝见止三星 今天我们还要来看到的就是 季节过年前大概听说要通了 了不起过年后 他应该也要通了 现在在桃园 我们看到青浦看到中立 他们房市拍拍手放烟火 不过同一条捷运通车 居然有人不得安宁 房价跌了屋主哭了 这个局该怎么看呢 还要来关注的就是 谭尼的总座孤成云 从饭店的楼梯跌落 不幸身亡 在背后我们要来看看 在何姓孤家 17年来的超级救火队员 张安平 说起了他 大家可能一下子 不会连接起来 但是说过了军品 说到了云品饭店 您大概住过吧 对 这就是他的代表作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来一开始呢 我要请世聪 赶快带我们来看看 郭董洪海伟啊 这一场真的像要拼面牌 跟大家讲说 红海股票再爆300年 葫芦你卖什么药 据行长 昨天晚上 红海的在南港展览馆的尾牙 其实是说集合了修设这种 过年跨年夜的阵容在里面 红海也赤支了3000万 那当然大家在看这个尾牙的时候 其实等到郭董要致死的时候 大家都吓了一跳 为什么 因为郭董在这种尾牙的场合 他居然第一个时间 马上跟大家鞠躬道歉 就这个画面 各位 这个在昨天 好几万人的场合 奇怪 大家等着郭董 说说喜气的话 你怎么先道歉 对 3万人都等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时间跟大家道歉 为什么 他就说 事实上去年我们仔细看一下 去年这是红海的 历年的营收的表现 去年2016年的营收表现 可以说是他从1991年以来的 第一次的年度营收的衰退 那郭董自感到说非常的自责 他就说什么 去年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任何失败没有借口 对不起各位 是我自己领导无方 我也对不起股东 你知道吗 在场下3万名的员工 看到自己的老板 这样道歉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都觉得替郭董委屈 因为毕竟郭董在去年一年 也是非常的打拼 他为了要打败三星 他甚至还赤字全境的 并购了这个下谱 只是说这个效应还没有发挥 必须要让子弹飞一下 讲到让子弹飞 那投资人就最想知道说 我投资你 我要你赴海股票 我要报多久 那讲到报多久 其实郭董我开个玩笑 好常是在变变白 记不记得在上一次的股东会 郭董说 我只要我继续在任的时候 我保证一定把它翻到200块 对 没错 股价到200块 这一场尾牙更语出镜了 他说再报300年 对 我们看到说 郭董在道歉之后 他马上就恢复他原本的霸气的个性 见级旅级的个性 他马上就调侃了当天的 这个所谓的 飞哥 飞哥已经连续5年 而且我们知道飞哥其实也是 鸿海的股东之一 他就说 飞哥 你千万不要轻易 把你手上的股票出新 为什么 因为鸿海还可以一路旺到2317年 2317年 就是从现在开始讲300年后 我们都成仙成佛 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其实郭董讲这个有意思 就是说这不只是300年 因为2317刚好也是鸿海的代号 他这样去说之后 他讲说原来郭董对未来 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郭董会有这个底气 在挥别了去年的 这个所谓的 他这个成绩不好的理想之后 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 因为他在川普上任的 前三天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到他的这个 深圳场去闭关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之后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策略 可以打败三星 也就是说拉美年终左右夹击 三星的这个策略 这个timing很有意思 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前 因为大家都在看 你到底是要美国 还是要押中国 他就跑去深圳闭关 闭关后出来 结果剑指三星 这个实在是很tricky的 一个时间点 你看李在荣深陷贿赂的风波 差一点点被押进黑牢 结果现在有一点点 趁你病要你命 对 其实郭董一直知道 三星是他必须要打败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从2010年就把三星列为 他主要的focus的焦点 但是你知道吗 三星好像是一只打不死的怪兽 你看他之前跟苹果 也熬战了那么多年 居然都没有事 好不容易在去年 包括说NOT7的事件之后 让三星的股价一路重挫 最近又爆发了所谓闺蜜门事件 他想说三星你这一次 终于要栽跟斗了 所以在这种国族正义之下 你知道吗 韩国就说了一句话 有必要为了实现司法正义 而动摇国本吗 于是乎 在不能动摇国本的前提之下 司法正义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就绕过去 对 所以法院就驳毁了 这个检方的这个要求 他就无罪被深压就放出来了 那你知道吗 少主躲过了牢狱之灾之后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想说好 我既然出来之后 我是一条活龙 他就反而就倒打 这个我们郭董一把 他就说什么 他说你面板 这个夏普的面板给我断然的断货 我要求你求偿4.29亿美元 也就是新台币137亿元 各位 这个时间点太有意思了 就在郭董他们准备办尾牙之前 他说我要跟你求偿137亿 开玩笑 猫你给他逼到墙角 他是会扑人的 对 没错 但是郭董也不是省油的灯 郭董早就知道说 你可能会来这一套 所以他就说什么 没有 他就给他赐两波千斤 他说我们夏普 原本只是希望说我们供货给你的三星的面板 可以涨价 我们并不是断绝跟你的交货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跟三星之间的往来的这个货 这个所谓货物 我不是直接出货给你 我们是透过日本一个黑田电器的交易 如果你李在龙对这个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你应该找的是黑田电器 而不是找我才对 老型在在都很重要的 他完全不受任何的惊恐 问题在于说回过头来你刚刚讲的 在川普上任之前 他闭关了三天三夜 但大家我们觉得很奇怪 台湾哪里不能 也有很多郭董可以去 思考亲近的地方 怎么跑到深圳区 深圳场对郭董来说 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这是他的基础 再来就是说他在深圳场这边 有一个秘密基地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秘密基地 就是他的卧室的地方 大家看到他卧室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个像是一个千亿的代工天网的房子吗 哪里是 我光看天花板就很不成熟 这是工厂的天花板 清刚架的这个架式 然后你看这个房间摆设非常简单 就只有一张床 一个书柜 然后简单的这个衣物间 衣物架在这个地方 感觉就是非常朴素的地方 但是俊相你知道吗 每当只要郭董意有繁星的事情 或是他要思考这种 他的大战略的时候 他就一定到这间房间来 闭门思考未来的策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郭董跟大家透露三天三夜 他都在这个房间里 对 没错 不只在这个房间 因为他在他隔壁 还有他的办公室 他就可能在这边睡一睡 想一想之后 有时间就走到这间办公室来 我们来看这个办公室 你看到他办公室 你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比我们的办公室 都还要更加的简陋 你看简单的这个桌子 你看上面的摆设 也不是什么非常好的摆设 唯一比较亮点就是这一只 金座的这个狮子 算是唯一看起来 比较像是一个大头家的这个样子 哪一只塞在这里 对 没错 这是他的这个幸运的宝物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在这三天里面 他拿出了非常多书 他拿出了这个 第一个 这个三星李家的这个传记 再来就是川普要上任 他也开始熟读川普的这个传记 也就是说他熟读他们两个 一个是他未来可能潜在合作的对象 就是川普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敌人 他把三星研究得非常彻底 除了他在这两个地方走动之外 他还到生产线系 因为旁边就是龙华厂的生产线 他当然知道说 除了我要熟读这个所谓的诗书 熟读这个未来对手的策略之外 我还要走动去看看 生产线的这个状况 从生产线上面 或许可以给我更多的灵感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张照片 简樸的不能再简樸 你看居然用这种衣架子 撑他的衣服 郭总在这一间董事里头去思索 三天三夜思索 美中未来他要怎么布局 去思索 他怎么要对付未来的三星集团 好了 念子在此那个要杀死很多脑细胞的 就没想要去寻这个生产线 变成他唯一的娱乐 也是他唯一放风的机会 是 也就是说经过这三天之后 他虽然是拖着疲惫的身体 离开了这个深圳的龙滑场的 这个神秘的办公室 但是他出来之后觉得神清气喘 他开始有这个底气说 我决定要带着鸿海 一路旺到2317年 这个勾也太大 我忍不住就要问了 那样的底气 他到底悟出了什么新法 第一个 他悟出了第一个 我要投资美国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他一直之前的话 我们看到孙正义不是到美国 去拜访川普的时候 就跟他说 川普这个鸿海要投资美国 无力中泄露了这个 原本郭台铭的这个打算 他不是秀了一张旁边 还有个富士康Logo的吗 就是这个Logo 就是Soft Bank加富士康 富士康要投资70亿美金 事实上郭董看到这个状况之后 他就顺水推舟 事实上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原本孙正义打定 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孙正义要去见川普的时候 就打个电话给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认为说 我们可能只是闲聊而已 闲聊一下 孙正义就问他说 那你对美国未来有什么看法 那郭台铭就说 其实美国不错 我或许未来有机会 可以到美国去投资 结果没想到他这样一讲之后 孙正义为了要讨好川普 马上就把这张表给拿出来 所以我们之前 所有各方在那边瞎拆 拆死了到底是他被出卖 还是其实就有一点点那个意思 这是第一次郭董在尾牙的场合 他亲自对媒体证实 有过这通电话 可是八字都没有一瞥的时候 名字就被落款落在这个地方了 当然郭董看到这个 他在台湾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他有点惊讶 但是他想说好 我就顺水推舟 我要去美国投资面板厂 他就开始放出了这个风声 那因为美国的面板 目前在美国没有大型的面板厂 就你知道他这个风声一放出去之后 他的大客户库克非常希望说 你这个来这边设厂我很支持 所以库克马上就帮他找了康明 这个做玻璃基板要跟他合作 你知道盟军都已经成型了 连合作的大户都就位了 所以郭董就顺水推舟就说 好 我准备要到美国 去投资这个时代线 而且是我预计在美国 投资2100亿元左右 好 越来越有轮廓了 但问题是 其实新闻王之前 我们有跟大家讲过一个 各州都要抢他 不只双龙 三龙 恩伟龙 要来抢郭董 花落谁家呢 对 目前最有可能的是在宾州 这个郭董也自己讲 如果其他州没有祭出任何 更优惠的措施 我可能会落脚在宾州 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落脚落在宾州 因为其实上在2013年的时候 郭董很看好这个美国制造业 尤其是机器人这个产业 所以他在宾州投资了一间大学 那个叫卡内基美伦大学 卡内基美伦大学 他事实上有非常深厚的自动化 跟机器人技术的底蕴 你知道郭董投资进去之后 果然这座大学 给他非常多一些关键的技术 那就把美国学到的技术 运用到他中国的机器人大军的身上 中国的机器人大军 现在已经运作得非常娴熟了 所以你说 现在我们在讲说 富士康在大陆很多工厂 是关灯工厂 做很多的robot在那边工作 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在德州 真正的大脑在德州 没错 就是在美国 在美国有这些技术 所以他就说什么 他现在就讲 我们鸿海不是要把徒手 招过的一般工作 搬回美国 我们在美国是智慧型的工作 也就是需要高技能的工作 机器人大军才是美国 制造的标准解答 也是川普要的 美国制造的最佳解答 所以你看看 当美国美临USA这架残 五年前就已经开始跟了 已经一整年再整年再整年 五年轟下来 早就首强的这架残 三星你还有拼吗 当然 就目前来讲 郭董可以说是摇摇领先 郭董一开始就想说 我已经掌握了 所有自动化的技术跟能力 尤其是美国的高端制造 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他打算说我在美国 我现在只要拨几个人 譬如说五百个工作人员 到我们中国来受训 受训之后 他了解工厂的一切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些人带回美国去 他们就变成是在美国的 种子部队 我在美国我只要设立一个 云端工厂 自动化工厂 这五百个人你只要很简单的 输入一些很简单的 key in的一些资料之后 马上就可以把云端的工厂 上线了 所以真正的 我还是可以从深圳发号司令 要你这五百个人做什么 但是这五百个人 你只要会很简单的 自动化操作就行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都颠倒过来 过去也许是说 我公司设在美国 我设在香港 我对中国的工厂下达指令 让那边的工人猛作猛作猛作 现在不是反而从富士康 比方说他们的龙华厂的总部 下命令下到美国来 让这边的机器人大军 为他们生产 对 没错 这个鸿海的所谓的两岸 美国跟中国的布局 已经隐隐成型 我们看到对比 它是云端工厂 我们对比三星是什么 它目前的工厂还是 把人跟机器 从墨西哥这个地方的生产线 搬到美国 还是在美国用一个 所谓的1.0的方式 也就是人力的生产线 你像对比 郭台铭已经知道说 我要把中国当成是一个母基地 然后用美国的自动化生产 当成是一个云端工厂 那你就知道两个高下立判 所以4.0对价1.0 富士康 价三星 这一场战局 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看出 不怪郭董老行宰账 问题来了 川普上台难难再说 我到底要压美国还压中国 你说整个都在美国 郭董难道 中国这边都不顾了吗 中国还是要顾 只是说这个目前两岸 这个所谓美国跟中国的 对这个所谓布局方面来说 中国还是持续投资 但是他在美国投资自动化这一块 那郭董为什么要在美国 投资自动化 因为他认为说 我在美国投资自动化之后 我的成本其实或许可以更低 尤其是美国很多面板的技术 面板的运输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郭董为什么资金满满的说 我鸿海可以旺到2317年 其实这一切的破话 都已经在他的脑中了 好 谢谢世聪 我们讲到了 深圳三天三夜郭董的闭关 闭关出了这一套新法 只是二分之一 另外二分之一呢 在蔡总的口袋里 要好好跟我们说说看 我刚刚那个问题 也是大家的问题 你都在说美国 那Made in China 你未来2017 来自于接下来几年 你要怎么布局 记得讲 上个礼拜五 川普的就职演说 讲到以后美国任何的政策 只有两个简单的原则 买美国货 雇用美国人 对 没错 这逼的包括鸿海在内 各国的制造业 都要到美国投资 对不对 对 好 郭董亲自讲的 中国没有给压力 只关心会不会持续投资中国 光这句话就有其中的 没没讲讲 好 但是 你不要有了新的就忘了旧了 中国也要GDP的成长 对 问题是不比当年 现在中国GDP的成长 要什么 品质的提高 不是数量的增加 对 郭董立刻安护下来 不要紧张 我准备在深圳农华厂投资什么 iPhone的前端研发 设立一个研发中心 这个就品质提高 没错 好 做两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鸿海集团前进中国的第一站 就是在这个深圳的农华厂 对 我没有忘本 对 对不对 我在这个地方 我第一个做打造苹果的原型机 让各位观众知道 什么叫原型机 对 一开始生产产品的时候 不计成本 然后用最好的材料 打造出来的东西 然后后续的量产 根据这个原型机 这个地方就重要吗 非常重要啊 所以你看昨天的这一场尾牙 郭总发言真的 我拼了什么 没离USA fine 我去了 然后呢 贾规计败求逃 龙华厂何止如此 还没有 还没完呢 对 以后啊 鸿海集团可能在世界各地 在美国 在印度 其他地方 我可能有生产iPhone的生产线 是 但是你不要忘了 原型机在这里 只有在这里 只有在这里吗 对 好 另外一个 我们知道 今年要推出的iPhone8 要用无线充电 是 无线充电 这新的东西 你看 无线充电的模组 也在龙华厂 所以 所以我把你品质提高 你现在中国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 所以深圳 在整个iPhone的 产业供应店的地位 也因此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 不要忘了去年 夏浦的红夏链 最后修成正果之后 龙华厂也大大得利 好 马上就讲到夏浦了 郭董也要把这个 龙华厂原器里面的A2栋 这是一个旧的厂房 改建成夏浦全球 智慧家电产品的研发中心 又是研发中心 其实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市场 但是问题 也要推什么白色家电 你的家电就是这种水准 我帮你打造 这不是只有白色家电 我加进什么 人工智慧 我加进什么 物联网 这个家电以后可能跟电脑产品 跟其他的产品 全部连成物联网 再过来 我给你放一个面板 你说的面板 其实面板现在也是夏浦 极其要直追的地方 落后三星的地方就是 OLED 它已经有量产能力了 可是夏浦现在还在后面苦追 对 郭董昨天也有讲 他这个在美国不排除 就是投资面板 而且听说苹果也按一个赞 因为苹果也需要面板 好 不过最近 郭董有人追踪一下 郭董跟戴政武 怎么出没在这个地方 新穴县的稻田里面 郭董 郭董这样看这些要美丽吗 不是啦 哪是研究这个稻米啊 因为在新穴县的稻田当中 有一家掌握了面板 OLED制程技术 这家公司叫做Keno Toki Toki的话是一家 大概有50年的老公司 为什么 因为这个OLED 要什么 要可以弯曲啊 对不对 然后要轻薄啊 对 最关键是什么 是能把这个OLED的面板的设备 生产出来的东西吗 那这个三星是全球最大的OLED 这个大家都知道 百分之九几都控制在三星 可是等一下 夏浦你现在讲到的OLED的重要性 大家应该都有一些了解 可是跟稻田里新线线的 这个OLED上所处的工厂 有什么连结呢 对 就是要找这一群 日本的OLED上 因为这些OLED上 掌握了OLED 增度设备的技术 这个增度的设备技术 决定了生产出来的OLED的面板 制成的好坏 所以郭董要叫战三星 在OLED的战场上 核心中的核心 你总要有一个设备吧 这里在产这个社会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TOKIE 这个公司 24年前 它就跨入了OLED 其实它是一个蛮小型的公司 坐落在一个稻田的中间 它至今的员工 也不够300多人 就是这些 其实这家公司 50年来 以前就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它就做什么 设备 日本做出来的设备 非常的精准 但是它曾经找这个东芝来合作 后来泡沫经济 东芝也没能力 玩不下去 所以这家公司玩不下去 这时候跑出了一个贵人 就是三星 三星 对 三星2000年很早 它就要投入了OLED的面板 但是我要做这个OLED的面板 我要设备 它就找这个TOKIE 你给我这个设备 来专门服务我三星这家公司就好了 这是烧钱 2000年OLED长什么样 赢的并眼你都不知道 隧道还老远你还看不到光 三星已经开始投资它了 对啊 所以成为TOKIE的这款 唯一的客户跟恩人 然后你现在都客制化 所以把这个三星的OLED的面板 推上了高峰 占据了全球这么高的一个市占力 问题是 以前郭董曾經也動過念頭 他要把他的面板勤創 也要升級到歐勒 當然他來找過TOKI這個公司 但是TOKI給你算說 你不是我們日本人 那時候我找三星是不得已 因為我已經都沒有客戶了 所以我才找三星 你現在不是日本的公司 我要把這個設備賣給你嗎 但是現在入主下部了 所以紅海的郭董不賣 但是下部的郭董可以 日本人賣給日本人 所以你看這個增度的設備 一台台幣就要20億 不是說錢的問題 你再有錢都不見得買得到 但是你現在下部就容易買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 最後現在TOKI同意釋出了 20億的增度的設備給下部 有了這一套設備以後 郭董現在做iPhone8的OLED面板 不是更有保握了 好 原來蔡總講到了 這個TOKI這家公司 星系線 道田裡 歐吉尚居多的這家中老年的公司 沒有想到它才是真正決戰 OLED核心中的核心技術 找到答案了 但是今天新聞網 我們除了關心郭董未來的布局 對戰三星之外 清皇要來告訴我們 快過年了 我們看到最近 那個風一陣一陣越來越強 艦上開始打廣告 暗場開始希望你過年 西家貸券都來看房子 他們也找出了很多的娛樂表演 希望豐富看房子的過程 問題來了 你要去看房子之前 我們有責任告訴大家 現在房市刮什麼風 兩個關鍵字 清皇告訴我們 去化壓力有多大 房價緩修的速度有多強烈 先弄清楚 再決定你要怎麼出價吧 沒有錯 要先弄清楚 因為現在房市充滿了 所謂的破壞式價格 而且常常是一交屋就跌價 所以你可以發現房市 好像正式走入一個大跌價時代 過去大家覺得房子買了 我只要等房價就會漲 我就會賺錢 可是那個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了 房市現在狀況好像是你買 如果你是為了投資的話 你可能買到就套到 不但套到 你可能還要付出很多的房屋稅 拿數字來跟我們說服 好 我們告訴大家 因為有幾個個案 你其實一看到狀況是什麼 焦屋它從買 可能才等個兩三年的時間 房價就打了八折 你看 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是在內湖區 民權東路六段的這個案子 你看 當初我們看這個社區 在102年的時候 它的成交價格 每瓶是77.8萬 可是到了105年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 你看 也不過就三年的時間而已 它價格已經單價變成是一瓶 又是3.8萬 等三年打八折 各位 這個沒高在哪裡 如果今天一到兩化 這個是2014房價的最高點 你今天如果是這個地方買上來 漲上去之後已經折下來的 它這個地方就是抱越久跌越多 對 沒有錯 另外一個案子 你看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在陳德陸四段這個建案 你看 當初在104年10月的案子的時候 它登錄的價格 一瓶是67.2萬 可是 也不過才隔一年的時間 也到了去年的10月 它變成一瓶 剩下56.8萬 光是一年而已 它就打了84折 所以買房子真的 如果你說老頭看八字 買房子好餐像也看世紀 現在來講到這一位 買到套到的你也認識 我們綜藝界大哥 大姐大 白冰冰 對 買到套到的受害者 包含我們這個綜藝界大姐大白冰冰 為什麼呢 因為白冰冰是一個很喜歡 買房子理財的人 所以過去房市在多頭的時候 他買房子基本上不手軟的 比如說他答應建商 說我要去幫你做一場秀 那秀表演完了 他是不是建商應該付錢給他 去報酬給他 白冰冰作秀完了 馬上拿著建商的報酬 轉成去跟你買房子的頭期款 因為他相信我只要買了 我就會賺錢 好厲害 所以在2014走多頭之前 你去作秀拿到的這個款項 其實變成你的頭款 頭款買上去之後賺塊錢 左手心右手出 他就賺一筆 他就賺一筆 可是他後來踢到鐵板 那因為在2009年的時候 白冰冰這個大姐大 他在進軍台中市七旗 因為就像你有印象的話 七旗曾經有一次非常的熱 所以白冰冰那時候也到七旗去 所以你看 他前幾年 在那個什麼 就是說他一口氣 把七旗五間豪宅拿出來賣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之前在七旗掃貨掃多少 可是實況不好 我們知道2015年 房市就已經開始激動了 所以2015 2016這樣下來 他的房子不好賣 所以白冰冰就自己講 他說當初他是開價一坪 58萬要賣七旗的豪宅 結果買房子跟他出價出縮少 你知道嗎 多少 你看48萬而已 你也拜託一下 你這樣子一坪我就現賠10萬 我怎麼賣下去 問題是人家價格就是出不上去 所以就是說 人家一坪出48萬 你要不要賣 你要你就賠錢賣 你不賣不好意思 房子在你手上那個貸款 你就要慢慢繳 當然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 白冰冰 大姐大 這樣子的口袋這麼深 回過頭來 我只想要一間好房子 我就是要住一間房子 也許過年 我有年終 我有一些獎金 我也有價 我就要去暗場看 問題來了 要出發之前 擠正風 要給大家看清楚 沒錯 而且大家都會問 到底什麼時候會落地 房市到底什麼時候會反轉 好 這個時候我們的房市專家 我們的比利哥 顏比利他開市了 他開市給了兩個字 什麼字 叫做去化 房市現在要去化才有怎麼樣 才有機會看到有沒有可能反轉 你的意思說現在市場上 大塞車 還要時間讓他慢慢去消化 他怎麼說呢 他說你看 預售市場是降價減量促銷 他才有機會怎麼樣 你要降價 你才有機會有成交量 所以他講了一個數字 說什麼 說2017台灣的房市會緩跌兩年 再盤整四年 等一下 2加4的概念 很出息 我們是在什麼位置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要跌兩年 但是他有講一個標準去檢視說 跌完兩年之後 還會不會再跌 什麼時候進入盤整 還不知道 他的標準是什麼 他有說全國建物買賣移轉動物 這個是判斷標準 他說如果買賣移轉動物 低於30萬棟的話 那要緩跌兩年 然後再進入盤整 那如果是30萬棟以上 還不到40萬棟的話 會有四年盤整 只有什麼呢 只有你看到房市的買賣移轉動物 超過40萬棟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反彈上漲 這個不太妙 如果說你把30萬棟 當一個所謂的水位來講的話 我們去年多少 我們去年2016講6度 18.2 18.6 也就是說去年已經落入了30萬棟 所以我們一旦落進來 我們就要進入了所謂的緩跌兩年 才剛剛開始而已 而且如果今年或是明年 還不能回到這網上的水位的話 不好意思 他只會再繼續往下再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環境不好 過去建商因為環境好 推案推新建案推得很積極 現在建商怎麼樣 大家開始消極以對嘛 為什麼 怕我案子推太快怎麼樣呢 房市的賣壓消化不完 就像你看想看 光是在網路上代售就40萬件 然後今年還有很多是怎樣 會完工丟出來的交屋槽 兩大賣壓跌在一起 如果建商這時候 還在跳進來推案的話 賣壓越卡越重去化不完 那你也只好這樣 這個我們理解 因為我們不只一次說 現在就是習建 大家盡量不蓋 為什麼 我寧可撐 撐到前面去化完 價格漂亮一點 我再推案啊 對 所以就是因為現在 推案的態度是比較消極的 所以你剛剛不是有講到嗎 過去房市好的時候 就算過年建商也不休息 你來看房子 我還給你很多 比如說給你好吃好喝的 讓你全家一起來 可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過年的時候 開始有很多的建商怎麼樣 反正要一粒一粒修 那我們就乾脆讓員工 休假修到保 休假修到滿 我們等到初五 初六再來開工 那這段時間 我們就不用看房子了 不對啊 你現在頭前的大大車 你當然要利用過年趕進度 那些要買房子的人 口袋拽的 買滿的 你沒有開店 他怎麼跟你買房子 因為前面的案子 根本就去化不完 所以我新的案子 我不急著推 不急著賣 所以你前面那些 根本沒有賣完 那我後面這邊 如果我還再來給你搭個案場 我不是等於賣壓 我自己在堆 我自己的賣壓 我何苦呢 我幹嘛浪費這個人力 對 所以我就不要浪費這個人力 我乾脆就不要搭案場 延後推啊 如果搭案場 那這些建商不苦了嗎 這個年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過去都想說 建商應該很好賺嘛 所以呢 會有一些業餘的人 我只是有土地而已喔 我想說我跨進去 我當個一案建商也好 所以過去有很多一案建商嘛 那你看這個X老闆 就是這樣的狀況 這個X老闆 本來他只是一個所謂的 進口家具的批發商 自己也自己家裡有一塊土地 所以他搭了一個大的家具賣場 在賣家具 那結果2008年開始的時候 有幾個客戶跟其他一般客戶不一樣 都很大手筆的來批貨喔 結果幾年下來 這些客人變成老主顧啦 那當然他在2012年 我們講說房市那個時候 是很熱很熱的時候嘛 那這幾個老客戶呢 買家具的數量暴增啊 最多的時候一個月 還增加了三倍的數量 那大家賺啊 我賣家具我賣的也是很開心啊 但是你是X老闆的話 心裡會癢會好奇嘛 想說哎呀 你是不是哪邊有賺錢的好方式 所以可以一次批這麼多貨 糟糕啦 心又癢 心癢了他就去問他的老客人就說 哎呀 你們是怎麼賺錢的 為什麼一次買這麼多的家具呢 老客人就告訴他 他說我們就是建商啊 我們老闆就是建設公司啊嘛 所以呢 我們老闆現在在瘋狂推案 為什麼 房市很熱絡很好啊 所以我們當然就來跟你買家具啊 這樣我們至少有個噱頭 比如說假設我們可以做什麼 買 做樣品屋 然後假設那個是買屋送裝潢 所以我們家具需求當然很多嘛 所以啊 搞不好我們還要跟你買更多啊 那就好啊 我賣我的家具 你蓋你的房子 你心裡跟人家養什麼啊 養像說可以賺更多錢嘛 因為他跟老客人聊完之後發現 哇塞 小岸廠上億 大岸廠幾十億 我還在這裡賣家具沙發一張一張算 太慢了 沒錯 而且你看看 我現成 你想看看 我現成就有這麼大的一塊土地 在賣家具啊 那我當然怎麼樣 我把這塊土地把它拿來蓋房子 我不是賺更多錢嗎 所以家具商從這一條線 開始變成建商了 對 沒錯 這個老闆就想說 好 我也想當建商 但是他怕自己專業不夠 還找了幾個投資客 一起來合作喔 那合作的時候 你說要不要做所謂的預售屋呢 這幾個投資客 跟他怎麼說 你知道嗎 他的股東告訴他說 不要啦 房市這麼熱絡 城屋的時候價格最好啊 所以我們就把房子蓋好之後 直接賣城屋就好啦 所以來到了2015年 他的房子 他的大樓終於蓋好了 不太妙啦 你2015開一個頭 我就覺得這個都事後諸葛 你2015蓋好了 你不是跟著堆在那裡嗎 但他還沒有警覺到 他想說我的房子終於蓋好了 然後我要開始來強推我的案子 所以他在他隔壁附近的部分 搭了一個銷售中心 租了銷售中心 請了人要來賣自己的案子 結果沒想到賣賣賣賣 一整年成交不到一戶 這時候他急了啊 急了怎麼辦 想說我要周轉現金 銀行貸款你還是要繳啊 所以他把他這棟大樓的一樓 拿來租給人家加減收點租金 可是就像你想想看 這租金能夠cover他多少 當然沒有辦法 一定cover不過來 不但cover不過來 我問你 新房子房屋稅重不重 重啊 那個不是就這一戶 他樓上跌了嗎 十幾二十層 沒有錯 所以他現在卡得很慘的狀況是 我租金收也沒多少 但是我房屋稅跌上去 我要繳很多的稅金 然後慘的是什麼 我現在就算想要降價賣 我也還不一定賣得掉 而且肯定一定是賠錢賣 十位 關於這樣的一案建商啟示錄 這個年恐怕真是不好過了 是啊 而且各位 您看 回江喔 不要去看房子了 這非常危險 前年有個朋友 他就是回娘家 他娘家在大溪 回去之後呢 真的就買兩間房子了 一坪二十幾萬買 我說那誰 你們也買了二十幾萬的鄉下地方 他說 他說我覺得很漂亮 風光明媚 為什麼不能買二十幾萬很便宜 台北什麼都買不到 的確真的台北二十幾萬買不到東西 結果一樣 就是交屋一樣也是大量套 因為現在只剩十幾萬的市場 而且房價還是往下跌 這故事告訴我們說 回鄉 你會發現說好像台北錢很好用 因為鄉下都很便宜 可是這是不對的 過年不要去看房子 你怎麼看 這個我覺得沒有特別的產品 特別要去避險 因為其實我們講了 真的要買的時候 你拉都拉不住 但重點就是說 我有需求 所以我要買 不管是台商從國外回來 或者是我回鄉下去 我買一間房子 給我爸媽換一間好的 或什麼 都有可能 我倒是覺得說反而是 你這時候去看房子 是隨便買隨便點 所以你應該怎麼買 怎麼談價錢 反而是網道 這才是爬拉看不要怎麼划 來 搜搜看 因為過年通常都是 一大家子去看 對 我如果銷售一下 看來一斤人在 我就脆脆不脆了對不對 對 這斤太好了 就好把它蓋一下 沒有關係 我們擺明給人家 理由沒關係 但是要注意三個重點 葉老師這樣說 有三個重點 耳朵就拉長了 等一下回來新聞網 我們繼續聽下去 提槍快跑前進 我們每次請到葉老師來新聞網講說 教人家怎麼看房子的這個風怎麼吹 他講話都好玄喔 剛剛跟我講說 以退為進啊 還有三個重點 來趕快把話 重點給他Cue出來 所以第一點就是 我們進到這個案場 銷售小姐鐵定是笑呵呵對不對 第一個注意不要出價 不要人家開80 你就出個50 60 70 80 都不要出價 你不出價你就跟他傻笑就好了嗎 對 沒有你就說 那底價多少 那底價很重要啊 先從第一樓層先問起 三四樓多少錢一坪 然後問完之後才問高樓層 他就會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要買第一樓層或高樓層 這時候他不敢鎖定你你要的樓層 會把價格鎖住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那你就回去了嘛 對不對 你留下電話給他 你想想看蕭小姐會做什麼事情 打給你啊 奪命連環庫 禮拜三要不要 出三要不要來看看啊 出回娘家 全家一起來看啊 然後看了之後 你說我們剛剛吃的這個家庭吃飯 然後討論說 是不是晚個一兩年再買 買啦 快來啦 我的適合你啦 我的適合你會再拿你去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 你就要半推半救 這樣去我就又要買到了 會不會就要推走了 人家本來要賣你好價錢 你把它推掉了 不會 因為現在是隨便買 隨便賠的時代嘛 是 是吧 所以他一定會積極的找你 那你要把握住 你這個時候扮演買方 當皇帝的感覺嘛 不是皇上嗎 那種感覺 就是要這樣子嘛 一兩年後再買 就是正說了算 這樣子就對了 對 原來啦 我們有好的特別為你 special的這個價格給你 好 那你就 約個時間再過去 第三點來了 你這一次去呢 你要心裡有把握 要守住喔 他給你的價格喔 給你的底價之後 你心裡還有想法 就是說他給我一個底價 我希望還能夠談到5到10%的一個降幅 那你說 老師這樣怎麼談成啊 我告訴各位 你去談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去 我之前有個朋友去美國買一台車子 定價是6萬塊 他說 你怎麼跟他談 我說怎麼談 他說首先你要準備三個小時 跟他玩的時間 我說什麼意思 買一台車要三個小時 他說對 美國人就是這樣玩的 你慢慢跟他玩 他說你想買多少 我想能不能買到五萬四五萬五 保證三個小時 他即便要讓給你 他也不會在一個小時就讓給你 他跟你慢慢磨 慢慢磨 過去買方都是被push 加價去買到房子的 現在是買方就坐著 喝茶喝一喝 喝個咖啡喝一喝 上個廁所 再回來再喝兩杯 再上個廁所 算了要離開了 你就要有把握一磨再磨 房價會一休再休喔 你會知道說 因為只有你是真的是皇上 還不太多就是你 所以這樣子你才有機會 他訂錯了底價之後 還有5到10% 相信我 如果你想買這間房子 又想買到便宜 這件事情 這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滴北過年 跟過年有關 還有一個跟房市大利多 利多嗎 我們今天有一點猶豫了 為什麼 我們講的是基捷 菜總來說說看 基捷要開通 當然是利多 今天為什麼要打一個問號 我們講過了 去年六都的房市 冷氣氣 但是寒流當中也有熱點 比如說桃園的中壢區 人家成交了7600棟 比2015年才少了200棟 打敗了這個桃園區 成為一個六都的交易王 為什麼 中壢這個地方 光積結就設六個站 A18到A21 這四個站 第一階段就通車 所以你看 現在這個利多 已經是 劍在懸上了 對 連這個鄭文燦去清埔的時候 你們說這裡 狗比人多 這裡現在是 這個機能還不足 但是房價已經跌到五年前的水準 對不對 利多來了 就會熱起來 這個倒給我一個靈感 人家講新聞價值在哪裡 所以說 狗咬人不是新聞 人咬狗是新聞 今天積結通車利多不是新聞 可是另外一面居然是 對房價的傷害 有時候自住的人 要的是一個什麼樣 不是交通便利 還有一個鄰近 在三重城公里的這個居民 哇 這個地方來到積結那裡 拐個彎 好 拐彎了 你看 那個鋼軌跟鋼輪摩擦那個聲音 即便射什麼隔音牆 噪音很大 有一個張小姐住在8樓 剛好在邊間 對 他說 我這個距離 這個機械只有180公尺 他說 他現在開電視 要開到很大聲 為什麼 要把那個機械那個聲音 怎麼樣 給他壓過去 所以你如果用那個 比較好的桶子 來隔這個噪音 真的撞不住 弄到腦神經衰弱 會不會 記者去測量 尤其往台北開的時候 82分貝 照照理超過80分貝就不行 很奇怪 有關的 去講有關單位來量一量 他說 沒有最大的音量都沒有超過 這個標準的80分貝 那他聽到那個高頻 到底哪來的 就是季節 對啊 這地方就有一個徐先生 慘通的經驗 因為他去年的時候 全家人要買房子 買到了這個新裝 哇 這個仲介的人講得多好 這裡啊 這個一定要買到捷運宅啊 季節啊 這個二氧化碳 但交通便利啊 以後一定年年增值 買到就賺到 結果咧 趕快 辦好所事啊 除了買下去 買下去以後 現在季節開始試車 試車的時候啊 每四五分鐘 就來一班 過輕輕空 還有怎麼樣 晚上還要跟施工 所以你看早上六點開始 一直到凌晨的一點 半夜還會加碼 這加碼是幹什麼 好像是倒入了這個工程班 在夜間 維修這個鐵 他就磨鬼啦 磨那個軌道啦 喔 這個徐先生 整個機器 插成這樣 神經 這個要花神經病了 好 現在他持有這間房子 不滿一年 你現在賣 現在房價是往下對不對 賣了一定賠錢 好 即使你賺 未滿一年 要課35% 這個皇帝合約的稅 所以還是讓你得不償失啊 所以你說機捷 通車 當然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沿線是利多 這不就變另類的被害人了嗎 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呢 在整個新聞版面 還有一個讓人家非常心疼 不捨的消息 就是 我們看到了 台泥的董事長 顧承雲 他去吃一場喜宴 結果 竟然從樓梯上一個失足 不小心摔了下來 從此再也沒有回得了家 我們進一步來看看 視聰 但我們看到整起事件 當然真相慢慢慢慢出來 但是 家屬還是有很多的問號 這個事件本身 還有 整個事業集團 現在請出了最佳的救援投手 他們的女婿張安平 怎麼把球 偷得出去 偷得漂亮 據想就在過年之前 發生了這個不幸的事件 就是台泥的前董事長 顧承雲先生 他在上個禮拜六 參加前台序的這個 榮譽董事長 他去媳婦的喜宴 揣新部 9點半的時候 他要離開這個會場的時候 不幸的從這個飯店的 這個三樓的地方 可能就不小心踏空或是怎麼樣 就摔到這個二樓辦的這個位置 就是紅色箭頭這一段 沒錯 因為他摔下來的時候 不幸是頭部重擊在這個地上 因為重擊的時候 第一時間沒有人發現 後來被發現的時候 送到醫院 一開始是先送到馬街醫院 後來送到鄭新醫院 其實因為當時到醫院院前的時候 其實很多醫生都認為說不樂觀 沒想到在插管這個急救之後 在今天早上還是宣告不至少 所以我們看到了 郭承宇先生 這麼猝不及防的 離開了這個世界 就身後留下了一段13年 帶著台泥逆轉勝的 少主中心的傳奇 沒錯 事實上郭承宇先生他講過 他背負了孤家的十字架 一路的往前走 過去的十年中間 他接下孤家事業體的時候 當年他們是負債300億 但是在他離開之後 他留下了全球12強的水泥事業 同時也留下了 年活力1290億的家機 但是這一段 少主中心的故事 就不幸在這個地方 嘎然而止 對 當然我們看到了 這個傳奇故事的背後 其實試者一役 我們要來看看 背後這個重要的推手 現在接下了棒子了 沒錯 我們看到說 除了孤承宇先生 在過去十幾年的奮鬥之外 在這個少主中心的故事背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救援投手 這個救援投手是誰 就是新任的 我們台裡的董事長張安平先生 各位 張安平這三天 大家可能一下子聯想不起來 他是哪一位 各位 如果你到志樂壇去訂雲品 常常訂不到 覺得那個地方好好住 雲品有沒有 還有台北轉運站的 所謂的軍品酒店 我告訴你 這都是他的代表 沒錯 那事實上 張安平他是出生一個世家 他們是台泥創辦人 張敏玉之子 他曾經擔任過嘉尼的董事長 但是你想說 他明明是嘉尼 那怎麼會跟台泥扯上關係 因為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因為他娶了這個孤懷如 也就是孤振甫先生的這個小女兒 所以他變成是他的這個女婿 那因為他是女婿之後 因為他又懂得這個財務專長 所以就開啟了這個17年的 這個孤家救火隊的任務 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了 孤承宇先生的離開 他接下的這個棒子 被形容是N加一次的救援 沒錯 可以說是他第四次救援 我們簡單的來說 第一次救援 就是孤企允先生病逝的時候 當時他其實不在台泥集團 在孤政府先生的要求之下 把張安平拉回台泥集團 同時要求他跟孤企允兩個一起奮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這一次把整個台泥集團轉虧為盈 他也是幕後一個重要的推手 第二次救援就是 他們曾經有一家 核心超媒體的公司 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虧損3.5億 因為在他接手之後 一年之內馬上讓他單機縮小 虧損到630萬 所以等於說 非常懂得財務操作的一個 神救援的投手 第三次的神救援 偷出的這個生卡球 真是讓大家覺得 跌破眼鏡 因為這是水泥的專長 金融的專長 現在變成了飯店大亨 對 怎麼叫做神救援 這個才是神救援 怎麼樣 從水泥也變成是飯店大亨 就像你知道嗎 2008年的時候 當時的忠信孤家認為說 我要把我手上的飯店 全部出清 但是我認為說 最好還是有另外一個孤家 來接手 是優先的順序 所以當時核心孤家 就把飯店接手過了 但是慘了 他們沒有一個懂得 飯店專長的人才 對 找誰 就那時候就決定說 讓張安平來試試看好了 為什麼會找張安平先生 來負責 事實上張安平先生 有一段故事 也就是說他曾經跟他的大舊子 也就是孤清雲先生 兩個非常的交好 那兩個從小一起打球 而且他們又有姻親關係 所以他們兩個是麻吉麻吉 兼好兄弟 常常一起在談一些心事 結果沒想到 在2001年的時候 孤清雲先生因為 因病不幸的過世 你知道嗎 在他臨終的前 聽說是24小時 48小時的時候 張安平先生都一直守在他旁邊 但是跟他說 你到底有什麼心願 其實孤清雲先生有說 他希望說能夠 做一個飯店業 這樣一個心願 同時所謂張安平先生 他也知道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認為生活 其實是比這個事業更加重要 而且人生很無償 沒錯 出事 花生氣就生氣 對 沒錯 而且張安平先生又懂了什麼 第一個 他懂了財務 再來就是他又懂了美食 再來就是他又深暗歷史 所以他就決定說 那我就好好的來 拚拚這個飯店事業 所以為什麼2008年 這個孤正午先生 要求他接下飯店事業的時候 他會二話不說說 我願意接下 其實有一個原因 在這個地方 果然在他接手之後 你看這幾年 他已經全球打造了19間飯店 也就是說從五道有 把整個孤家 變成是一個飯店大庵的集團 他五大飯店品牌包括什麼 軍品 雲品 漢品 照品 還有中信等等 而且最厲害的就是說 他還出國比賽 他不只在國內市場 拚的第一名 他還插起海外市場 逢第一買進義大利的飯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當年日月潭湖畔的中信飯店 到現在的雲品 整個class大大的提升 這變新品的代名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他懂美食 他懂利食 所以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比威尼斯人 都還要更了解威尼斯 這句話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為什麼這樣子 我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當初他們在意大利 有買兩間這個飯店 一個是盛裝 一個是藍裝 尤其是這間藍裝 這間藍裝你看 他的位置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非常古典的造型 那你知道 當初他用這個莊主要拍賣的時候 很多東南亞 中國的客戶 全部都去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 但是這個屋主 他就interview了每一個人 結果他interview到張安平的時候 他嚇一跳 因為張安平可以朗朗的說出 這附近的歷史 人文 甚至說裡面的飲食 各式各樣的故事 那不是頭昏了嗎 你一個東方人 你居然比歐洲人 還了歐洲的歷史 所以這個飯店的莊主 他就覺得說 你居然比我更了解我們的飯店 所以當然惡話不說 就把這個飯店賣給他 那這個飯店賣給他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 他懂得裝潢又懂得美食 所以事實上 他把這個義大利的飯店 也打造出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看到這就是義大利的酒店 打造出跟以往 完全不一樣的這個風格 他不但在國內 打造他的飯店王國 還打國際盃 沒錯 那事實上我們來看到說 他在國內目前的成績 到底怎麼樣 我們知道過去 一直長年霸佔 像我們國內的飯店業的霸主 就是我們的精華的潘氏亮 他有所謂的飯店王子之稱 但是你知道嗎 張安平先生他的後勁是多麼強 你看到2014年的時候 當年潘氏亮的精華 有2118間房間 當年的雲朗集團的張安平先生 居然一口氣以2177間 居然就壓過了這個潘氏亮先生 那在2014 現在2017我們就來看看2016 這場國內飯店霸主的爭奪戰 不要走開 究竟誰才是國內飯店的霸主 這一場拉鋸後來 沒錯 這個精華的潘氏亮 當然感受到這個威脅 所以他在這幾年的時間 從2014年到2016年的充奸 他前前後後又開了四家飯店 開了四家飯店 把他整個房間數衝到2986 但是這個同時 張安平先生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也是在後面拚命的併購 跟拚命的開張 所以你知道他到現在為止 2872間 其實兩個還是呈現一個 飯店霸主的這個拉鋸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出來 為什麼叫做神救援 你看幾乎是從一間飯店起家 從中性的921地震之後 那時候殘破不甘的飯店 後來變雲品 他拿改商的雲品 然後軍品 這樣慢慢一步一步的進逼 這個所謂的潘氏亮 所以你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說 什麼叫做神救援 把核信集團從這個水泥業 變成是飯店大亨 誰比張安 那時候是居然的 是居然的 是居然的 人家是從這個水泥走 但是居然的 是居然的 太陽 是居然的 誰是居然的 那時候是居然的 你會看到